大家晚安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春天的天氣就是變變變 我們昨天晚上的時候還看不出這個對流雲系 這個對流雲系是用清晨的時候 從中國南方東移出來的結果 所以今天來說的話降雨不在北部 是在整個西半部 中部的山區這個雨量特別多 不斷的這樣一直移進來就下雨了 那配合上比較低一層 像這個雲系大概都是差不多一兩公里左右的雲系 它有淺薄的 我們一般叫做成狀一層一層的降水 跟那種上下對流的不一樣 那這樣降雨水呢 加上這個低沉的這個東北風涼涼的空氣 當然啦各地就會變得比較濕涼猶豫 現在來看的話已經緩和 到傍晚的時候已經緩和了很多 大概都慢慢東移了 現在來看的話 事實上有一個空檔期在這邊 所以大家好好掌握 好好掌握有一個空檔期 事實上整個環境來說的話 這邊還是水氣偏多 可是時常偶有一些雲系 明顯冬移又移出 所以各位可以看未來預測 禮拜四預期有一個空檔 但是禮拜四的下半天開始 又有一波雲系又會在冬移進來 那現在這波看起來是以北部為主 北東為主 然後不過還是要留意小系統的慢慢影響 然後越來呢 大概到禮拜天到禮拜一有一個空檔 可是很快的禮拜二禮拜三 各位可以看在中國 長江流域這個附近持續有雲系會發展 當然啦 邊邊這個不穩定區 就很快容易東移 這種很小尺度的系統 大概在前6小時到12小時前 可能會移入 不過這個移入呢 並不是很強的對流性 是屬於一種成狀的降水 就跟今天一樣 請大家有時候 如果你真的很關心氣象 就不能夠說一天只看一次 如果你要很注意隔天的話 就一天稍微多看一下 那未來呢各位可以看 其實台灣如果用這樣的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就是吹東北風的情況 就是明天的天氣 東半部當然雲量比較多 整個來說的話 到了禮拜四下半天 開始各位可以看風向有點轉變 禮拜四下半天到禮拜五 預期有一個雲系東移 然後有點南風跟北風在台灣這邊對峙 所以禮拜四到禮拜五 其實天氣大致上是以北部比較不穩定 但是東半部 中南部也要稍微留意一下 提防一下可能有一些對流雲系移進來 然後到禮拜天又轉為偏東風 變通北風 所以最近的風在台灣附近 其實是蠻變化蠻大的 請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 大致上未來呢 開始就有一點南風的趨勢開始出現了 之前是北風 我們再給大家看一次 可以各位看得很清楚 其實未來的變化 大概就是先從北風慢慢開始 現在各位可以看 今天是北風 然後接下來到禮拜四 就是慢慢有一點東風 然後又有雲系 低層的雲系又在移入 那這個移入呢 中南部 中部移北要稍微留意一下 中南部甚至有一些 從中國南方雲系會慢慢移進來 然後到禮拜五禮拜六 有一點南 這個南北的對抗 空氣在修我怕的感覺 在對抗的感覺 那當然啦 現在來說的話 對流還不夠旺盛 就等於可能會有一點降雨 那這時候改吹東風的話 就是在禮拜六禮拜天 在東半部就容易有這個雨勢 所以最近的天氣變化呢 老實說真的很大 你看這個氣流 如果你不注意看 沒有多看幾次 你大概就會覺得會亂掉了 這的確就是春天的天氣變化滿大的 春寒吊翹 那雨的部分呢 禮拜四晚上晚一點會有一些雨勢要注意一下 預計有一個空檔 禮拜三晚一點到禮拜四上半天 到禮拜五 東北部就會有一點雨了 目前預測是中部以北會比較多的雨勢 越往北越多 那禮拜六可能各地都有一些雨勢 禮拜天又損著東北風的雨勢 所以這幾天每天可能都不大一樣 請大家留意了 那今天晚上呢 禮拜三晚上到明天清晨的溫度 大致上還是涼涼的 但是沒有像昨天那麼的涼 昨天其實晚上一下子跌到淡水都11度 可是現在來看的話慢慢開始回溫了 由下雨空氣品質都變好了 最後南部 比如一般族群 敏感族群是不健康等級 到了明天白天 預期北部還是容易適量雨 到了下半天 上半天是好天氣 但是下半天可能容易轉為有雨的天氣了 那中南部要留意空氣品質的問題 那大致上溫度就開始逐漸回溫了 那東半部還是一樣容易下雨的天氣 請大家留意了 最近天氣變化蠻大的 我們最後給大家一點建議 今天晚上到明晨 有一個短暫的空檔 請大家好好把握 那預計呢 週四開始逐漸就開始 慢慢的回溫當中 溫度再回溫了 那週四呢 水氣就會持續的移入 那北東可能轉為有震雨的天氣 那不穩定天氣呢 應該大目前來看的話 整體而言 當然當中有空檔 但是有一點不穩定天氣 預計會持續到這個週末 甚至到下週 請大家多留意了